嗨 大家好 我是J1季儀老師 今天呢 來跟大家分享如何正確使用保養品 我們的保養品呢 基本上一般都洗完臉之後 我們會洗完上化妝水 精華液 然後乳液跟霜 那其實這種使用方式啊 它是不是很正確的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就是化妝水 精華液 然後霜 最後才是上乳液 然後等一下會示範使用的方式給大家看 然後為什麼會建議大家這樣使用呢 這是我特地做的一張那個 就是如何使用保養品 它的吸收度 吸收度的表 然後我們這上面啊 一般我們洗完臉之後 我們如果上化妝水 那它的吸收度呢 基本上皮膚就會先吸取50% 所以我們洗完臉之後呢 一定要上化妝水 因為這是皮膚需要的 然後接著呢 第二道通常就是建議上精華液 那精華液如果比較皮膚乾燥的人 會建議你可以上保濕精華液 然後如果說現在在過敏的啊 會建議上一些沒有香料的修護型精華液 然後晚上呢 晚上想要做美白的時候 化妝水之後 我們可以上美白精華液 美白的東西通常都是建議晚上的時候用 然後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這個位置你上的是乳液 那麼你比較昂貴的霜 它的吸收度就增加5% 那很可惜 你花了這麼貴的錢去買這麼貴的東西 它的吸收度居然只能吸收到5% 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建議把它反過來用 就是這個位置我們先放霜 最後我們才放乳液 然後它的質感也是有差別的 像一般啊 這是我們的那個 比較常使用的乳液類的東西 那我們把它壓出來 它的質感是這樣子的 就是它其實它會流動 它會緩慢的流動 然後跟霜比起來 霜 霜品的東西 其實霜它是不流動的 所以它是倒不下來的 它是比較不會流動的東西 所以一樣的東西啊 你如果說這是霜 這是乳液 如果你是先上霜 那你的吸收度就可以多一點 然後再用這個乳液下去封存它 那麼你的 你所花的錢比較不浪費 然後正確的使用方式呢 現在它的機要是私一私給你們看 我們基本上我們在上保養品的時候 我們都是不拍 不按摩 因為你給皮膚任何的東西 它都是會自動在15分鐘自動吸收 所以你拍跟不拍 按摩以及不按摩 對你保養品的吸收度 皮膚對保養品吸收度 完全都沒有太大的作用 那既然這樣子啊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保養品就一樣接著一樣 像不拍不按摩 差別在於說 像現在我現在上化妝水 你要用化妝品 倒化妝水也是可以 然後我用噴的呢 第一道我是不拍的 然後接著呢 我會上精華液 好 精華液 然後取適量 那因為我臉上有水的關係 所以我的精華液的量就不需要很多 然後我們在用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比較建議就是 保養品直接就是滴在手指頭上 你不要滴在手心 然後這樣子沾 其實還是很浪費在這裡 反正我們就是用這裡 直接用手指頭使用是比較快 然後也比較簡便的 然後第三道呢 我們是上霜 那因為我們台灣是海島型氣候的國家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 針對我比較乾的臉頰 我上霜就好了 因為我替自己也很會出油啊 所以我就不會建議就是全臉都上霜 除非就是寒流 天氣非常冷 或者是說我去比較寒大的國家 我需要我的臉多一點滋潤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就是全臉傷到霜 然後在我臉上的水分還沒乾燥的時候 我現在就上這個乳液 然後因為我臉上還有水分 它是好推動的 所以我這個乳液的量就不需要很多 然後我也是針對我比較乾燥的臉頰先上 然後剩下手心剩的再太火 比較容易出油的T字 我就是讓我的滋潤度基本上 我的臉頰比較乾 所以我用的滋潤品 臉頰用的比較多 那我T字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我T字的油度呢 我就不要給它這麼多 那當我開始活動 然後出油的時候呢 我才不會一直覺得我的臉黏黏的很不舒服 可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所有的保養品類的東西 你都是把它就是化妝水上完之後 你把它拍乾 然後後面你再上精華液 你一定要大量 不然它會推不動 然後你上到酸或乳液類的東西 如果你又把前面的給拍乾 那你這些一定要用到大量 那因為它是含油脂比較豐富的東西 我基本上不鼓勵大家 就是臉上塗抹太多油脂類的東西 因為它這個很容易導致長粉絲 防抹這種東西呢 基本上就跟我們吃飯一樣 吃飽就好 不要吃太多 然後人吃多是會胖的 可是如果皮膚吃的是適合它的 吃的是剛剛好的 那麼它就是會保水透亮 就跟記憶老師一樣 好不好 記憶老師今天已經43囉 可是我的膚況 欸 近一點給大家看 我的膚況現在還是維持得還很不錯 就是 沒有的紋 繼續沒有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大家可以到我們 台東心儀美顏館粉絲專頁留言 我們都會很熱情的回答你 謝謝